行动管制应期间 送餐员为家家户户送餐而暴露在疫情的风险当中 随时成为防疫的破口 为此政府规定国内40多家电照服务公司的送餐员 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以防万一 另外针对有民众欺瞒警方跨州行驶之后 还在网上分享经验教唆他人处罚 国防部高级部长南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表示 当局已经掌握为例者的身份将采取对付行动 自我国报发新冠肺炎疫情到行管令开跑至今 外卖经济逆势上扬 送餐员长期出入不同的餐厅接触不同客人 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染疫风险比一般人来得高 为了保障顾客和送餐员双方的健康着想 国防部高级部长南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 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 跨部门抗疫特委会决定 强制国内线有40多家电照服务公司的所有送餐员 进行新冠病毒筛检 我们知道他们是人家将将进行完整 进行返回来的食物 和客户律将来的食物 一定会发生的渐渐 在一个地步中的渐渐 在他们和客户律上的食物 所以我们要保抗疫情 我们要保抗疫情 我们要保抗疫情 和健康 以斯曼沙比利也在记者会上汇报第三阶段行管令进展 他指出军警人员昨天在全国设置813个路障 检查了55万7699辆交通工具 期间共1057人因为违反行管令被捕 906人遭到严扣 151人获得保坏 至今累计12074人落网 622人被控上庭 他还表示一户家庭昨天竟然把欺骗执法单位 成功从外地回到首都的违纪 上传到社交媒体炫耀一番 甚至和网民分享行骗窍门 他警告国人不要以身事法 否则言成不代 雷斯曼沙比利重申 政府之所以要求非政府组织给弱势群体提供粮食援助之前 向有关当局登记 并非刻意刁弹 而是为了确保在无法预见的情况下 政府可以有效追踪感染员或密切接触人士 至于有小部分的清洁工人图诉 只获得政府分发口罩和手套来完成每日清理工作 部长表明那是一位清洁工人 只需要打扫路面或者是公寓大厅 而非上门打扫 全城并没有接触任何的可疑患者 因此没有必要穿上防护装备 伊斯曼沙比利最后简单回应 随着政府决定取消全国斋戒阅市集 因此吉隆坡市政局会把摊主造前所缴付的摊位租金 统统退还 但是并没有说明详情